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了 今次 我們就講一講這個人利鄉戰 今次是台積電離開他們的家鄉 台灣地區 都不是那麼容易 之前亦都講到很厲害 可以 靠這個台積電在阿里桑拿的廠 令到拜登 雄心壯志的晶片計劃 是得以實現的 作為全球最大的先進 電腦晶片製造商 其實台積電 這個 電腦製造公司 現在 升級和擴建位於阿里桑拿州的新廠 承諾 幫助美國邁向自主的科技未來 但是 之前講到那些 資深員工大家都想去 但去了之後才發現 一件事 原來 他們內部 有員工接受 紐約時報訪問時 原來 放這400億美金 很多人覺得 是個租高的商業決定 是個租高的 說真的 400億美金 對於台積電來說是否有很多錢呢 不算很多錢 商業決定是租高 但是政治決定可能不租高 難聽點說 我當時也說這400多億美金 都是給美國 買路錢 我不想這樣說 但是 他就是要這樣 因為 他肯定搞差 劃多劃少 到時候 不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 不如 扔低一點 其實不單是 台積電 之前郭台銘 也是有 當時 川普上台時 Terry Terry Guo 你投下資 他真的有 這個 紅海是有的 我們看回原來 這個紐約時報是訪問了台積電實景備的員工 這家 叫台灣地區的巨企 對於 美國工廠內部的質疑 是很多 而且越來越多 因為不可以公開說這件事 所以這些員工全部跟紐約時報說 我要匿名 很多員工就說 這個在亞利桑拿州的項目 可能會分散對研發的關注 而這個正正是 台積電長期的競爭 能力保持所在 我研發丟很多錢 很認真 但是 你始終 分開了 就是分開了 這些員工也說 有這個文化衝突 他們對於移居美國 猶豫不決 這些人的擔心也都突顯了台積電的 嚴重問題 作為 這個 全球最大的晶片製造商 其實台積電的產品 都 都幾多下 好講 從手機 到汽車 到這些先進的軍備都有它的產品所在 掌握了 令人夢寐以求的專有技術 亦都好有 戰略而言 但是 隨著 中美對技術主導地位的爭奪 不斷地加劇 台積電 打算對沖風險 其實 就發現了這個舉措 反而是製造緊張 打算對沖 你知道台積電在大陸都有廠 美國逼得我那麼緊 我就在阿里桑拿我也做廠 但是 明白嗎 現在它反而 兩邊都有的話 兩邊都夾你 對 對 台積電 在鳳凰城的北部郊區 擴建工廠 為了將先進的 芯片生產大到美國 亦都避開 在台海戰爭 帶來的風險 但是這個努力 引發內部擔心 其實有幾樣東西我們都說過 就是成本 嗯 這又很重要 為什麼以前那麼多年 其實最初最初的時候 晶片製造是美國最多的 那為什麼搬到 搬到去美國意外的地方 日本 台灣 也是成本 還有管理 將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製造工藝 從這個東亞地區 移到另外一段 其實很困難的 台積電阿里桑拿廠背負著的 就是 一定要成功 失敗就意味著 美國的 這個 拜登的晶片計劃 是受挫 受挫的話 他們擔心受到政治壓力 其實 這個行業 有位員工都說 幾十年前 都已經從西方搬到大 已經大部分轉移到亞洲 而台積電 要對一間沒辦法生產足夠可用晶片的工廠 是 投入無數資金得不償失 我覺得他 看不到一件事 就是 不是他想這樣做的 他的身不由己 美國佬對著你 大哥 我覺得不是他自己想這樣做的 曾經是做過 科技分析師的 一位 歐克蘭資本的董事長 叫做楊應超 他是 台積電在美國的投資 從商業角度來說是不合理的 記得當時 台積電創辦人 張先生 張忠謀 其實他也 跟 佩洛西說過 幾百億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把整個產業拿回去美國呢 是否符合成本呢 他也有這樣問過 我們節目說過 但是 成本他現在不理 成本是公昂的 他們的員工說成本是公昂的 但是台積電 應該是出於政治考慮 而被迫搬到 美國的 其實我想也是 是的 明眼人一切都知道 你怎樣都向拜登表個鐘 是不是 不表鐘 他們怎知道他背後做了什麼 到目前為止 其實 風凰性的項目 對於台積電或者台灣 的好處是微乎其微的 這個剛才我們說 楊應超說的 他 亦都說 近年來全球對晶片 的生產 由於地緣政治 令到大家越來擔心 阿里桑拿項目 是台積電 對相關擔心的一個 首先的重大樣貌 這種擔憂一定程度上 是源於 這個 台海關係緊張 以及 晶片短缺出現 這家 台灣地區巨企 這麼多年來 都是把大部分的工廠設在台灣 目前 其實在日本都有修建工廠 兩名台積電的員工也說 歐洲的政策制定人 已經出台了吸引台積電 投資的項目 公司 沒有載台積電可能去德國 現在 處於建廠事宜 做出決定的最後階段 台積電發言人高孟華 是沒有直接回應 紐約時報的 提問 他在 電郵當中就說 在美國建廠 是取決於多個因素 包括 客戶的需求 市場機遇 以及 發掘人才的機會 但是你那些是台灣人過去的 暫時 高孟華也說 台積電現在積極加強 對員工的培訓 幫助海外人才 湧入集團文化 公司 將會積極傾聽 意見 並且 在需要時做出改變 台積電 其實 之前在亞里桑拿是有廠的 不過 相對來說項目比較小 120億美元 在2020年5月的時候去的 其實這個也是之前特朗普叫他去的 也是之前 我叫他去的 換了總統也是 同樣的命運 你錯了 換了總統是要加碼 去年12月 這家公司 將投資金額增到400億美元 並且 計劃將更加先進 雖然不是最先進 更加先進的晶片 製造技術 移到亞里桑拿州的工廠 所以 他們就說 台積電是不是變成 美積電 沒錯 預計這家工廠 2024年就開始生產微晶片 公司也說 之後就會在 工廠的那塊地 再增加多一家工廠 項目面臨很大的挑戰 在上個月的 財報電話會議上 台積電就說 受人力 開支和許可證 合規性還有通貨膨脹的影響 美國的建設成本 是台灣的四倍 台積電現在的首席 財務官 黃仁超 超哥 美國起廠的投資 他說明可能會損害 台積電今年的營利能力 因為你通脹很厲害 人工也貴 美國的人工當然給台灣地區 我至於普一般來說 高很多 台積電 認識到 台灣晶圓廠和海外晶圓廠之間 存在著 這個成本差距 他不敢說巨大 不過真是挺巨大的 不過他就說 果然是台灣佬 預計長期來說 這個毛利率都會強勁 台積電 還需要 附近的 供應商為阿里桑拿廠 提供原材料 設備 關鍵零部件 但是 一些想著參與 這個相關供應店的供應商就說 他們自己都遇到過人力困難和高成本 我們有講過拜登的這個萬億基建計劃 缺口有五十萬的建築工人 其他都有 不單是建築業 其他也是 另外 化工品供應商 長春 阿里桑拿就會投資三億美金在阿里桑拿州 卡洛格 難得建廠 其實就來這個鳳凰城一個小時車 他們的總裁 蘇玉宏就說 這裏 建築成本是台灣的十倍 肯定 這是沒有工人 拜登 萬億基建計劃也請不到人 是的 他也說成本高是因為 對美國的法規和 建築許可不夠熟悉 以及 生產材料和勞動力 供應不足 其實這間 台灣晶片巨頭的 工程以及建築承包商 中頂工程的董事長楊宗興就說 阿里桑拿工廠的 建築成本是遠遠超過台積電的預期 除了不斷上漲的通脹之外 其實這間晶片廠 還要和英特爾 和英特爾競爭 因為英特爾在阿里桑拿的 廠都要擴建 大家 亦是要欠工人 和欠建築設備 因為有些是 要租的 楊宗興一開始 報價 當然 相當地瘋狂 那麼貴 美國不是台灣 台積電工程師也說 在阿里桑拿工廠 美國和台灣員工的融合 是出了一些問題 這個也是 也是中西文化的矛盾 或者是衝突 那麼他就說 在台灣 我們做工程師 長期是 工作的 周末的時候都要輪班 但是呢 美國的工程師就說 哎呀 你們這樣的 啊 哪有這樣的 即他們經常說爆肝 爆肝 是 那 美國的工程師就說 要不要做得那麼狠呀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 可能在過程當中 亦都有一個矛盾 中美的想法不同 當然是台灣中國人 去年 離開台積電的一位工程師 叫做 邱生 邱生 本來他也打算是加入台積電海外擴張計劃的 但是呢 他已經 意識到一件事 有可能 要 替美國 員工 是撿手未 那就是 失去興趣 覺得 你們個個都那麼 那麼chill 我們 做到 劇敢往 亦都習慣了 是的 一台積電是很高山水的 他亦都說 晶圓製造最大困難不是技術 最難是人事管理 美國人在這方面 做得很差 因為美國人 在最難管理 他講的 不是我講 培訓美國工程師的三名台積電員工 就說 很難做到標準化的 因為台灣的工人 叫他們怎樣做就怎樣做 二話不說的 但是美國的員工 因為他們做培訓 尤其是 你是 你是唐人 你去培訓西人 你說他會不會有時候挑戰你 是會的 他都說 員工 會 向經理提出挑戰 就說 你這樣行不行的 合法律法規的 其實他就說 這種狀況在台灣就很少見 阿里桑拿台積電的一位工程師也說 一些美國人在分配多項任務時表現不佳 有時 會拒絕接受新任務 我覺得太難 而不是更加努力去鑽研 跟我們的差距真的很大 這個就是 即場差距 也是文化差異的一種 是的 八名員工更加說 台積電現在做的八名員工更加說 台灣員工就認為 風凰性 工作的人 將會承擔 比美國本土人更加大責任 他也承認 或多或少美國員工都歧視我們 現在你才知道嗎 人來鄉 他的員工會說 民主社會不會這樣 我們大家都要民主地方 不關事 台積電二十多年前 已經在美國有第一筆投資 當時也有警示意 90年代的後期 台積電創辦人張先生 張宗謀其實也挺厲害的 兩岸之間游走 其實他有點像郭台銘 當然他跟郭台銘一樣 台積電銅 這個紅海捐了BNT疫苗 即是BironTech 他曾經推動過一項 紅心勃勃的海外擴張計劃 並且 在華盛頓州創建了 晶片製造的子公司 RaverTech 張宗謀去年 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當中 雖然 我們在那裏建立了很多家工廠 但是 經歷了成本 過高 和熟練勞動力缺乏 等等一系列 出乎意料的糟糕經歷 他就說 建成了第一家工廠之後 就立即停下來 後來 你實際上說句老實話 你怎有 我們唐人那麼聽話 一般來說 張宗謀曾經質疑過 美國重塑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努力 他在2021年公開論壇 就說台積電成功背後 是因為 台灣地區的優勢 美國是沒有辦法複製 人工你就是複製不了 是吧 他亦都說 美國政府根據晶片法案 指定的520億美金 其實是絕對不夠 他和佩洛西都這樣說 這個晶片法案 一項 刺激的計劃就是 當然 在他們聯邦裏面 如果是起廠的話 當然是有相關補貼 不過他就說這些計劃 是徒勞無功 並且 成本昂貴 經常都說成本成本成本 老闆 但是 在台積電去年12月宣布 在鳳凰城建廠的時候 是擴建 他似乎改變了說法 他說今次 公司是準備充足的 《柳藥時報》就問了張忠謀 發了一封email 他說他堅持去年 說的話 亦都說 去年在鳳凰城開廠的時候說話就是我說的話 難道他敢說 拜登你這樣的 給那麼少錢不夠嗎 當然不會 那麼 聽說他 那四百多億是當是 買路錢 可能還要再添加 肯定要的 不是可能 我覺得肯定要的 因為你建廠那些 我都說 現在美國什麼工人都缺的 你本來計成本肯定不是你當時計那個 他都說是 那些員工都說 不要那麼便宜 其實本來已經是貴上加貴 還有文化差異 我們唐人是真的勤奮的 這是現實 但你去到美國 別人要 休息 別人不想 把開OT的風氣帶進去 對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